糟糕不好了,贝利亚今天又要去闯祸了 贝利亚接到一个电话,需要她开挖掘机去工地干活 可是她居然一边玩手机,一边开车 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贝利亚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开着挖掘机,经过加油站的时候 突然马路上出现了一辆拖拉机 为了躲避贝利亚,把油门当作刹车踩了下去 挖掘机冲出去,撞到了加油站 瞬间就发烧爆炸,燃起了大火 现场蒙烟滚滚,贝利亚被呛得不停咳嗽 围走两步路,就晕倒在路边 在院子里跳舞的小赛罗,看到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她立刻跑上前去查看情况 哎呦喂怎么回事呀 挖掘机撞到加油站发生爆炸 燃起了这么大的火,这不是贝利亚吗 她怎么也躺在地上了呀 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我要赶紧去找人来帮忙 把火灭掉拯救贝利亚才行 小赛罗一个人跑出去寻找救援了 她跑了好久,终于在路口发现了消防车还有绿巨人 绿巨人叔叔大事不妙了 我刚在院子里锻炼的时候 看到一辆失控的挖掘机撞到了加油站燃起了大火 贝利亚也受伤晕倒在了路上 挖掘机的火太大了 你赶紧去帮忙灭火吧 我的天哪,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啊 这也太可怕了吧 遇到这种事情你还能这么冷静的来找我 小赛罗你表现得很棒 发生火灾,要赶紧找消防员帮忙 大家一定要牢记 我现在就赶快去灭火 绿巨人交代完事情后立刻开着消防车就出发了 没一会儿他就赶到了着火现场 消防车立刻开始喷水灭火 五分钟,大火才被浇灭了 绿巨人立刻下车去现场查看情况 果然是车祸猛如虎啊 大家可一定要牢记交通安全 开车不能玩手机啊 贝利亚现在伤得不轻 需要医生帮助她才行 喂你好,请问是120吗 加油站发生了交通事故 有人受伤,请赶紧过来帮忙救援 好的好的,我已经了解情况了 请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就赶过来 泽塔挂断电话后立刻就开着救护车出发了 没一会儿他就来到了贝利亚身边 看着昏迷不醒的贝利亚 泽塔立刻把他抱起来 放在救护车上 然后立刻赶往医院去接受治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